上一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挖掘家里的环境 原本我们一出生就是一个消费者 一直是花钱的人 那我们学习到了从消费者变成消费商 花本来就该花的钱 赚本来赚不到的钱 我们一起来复习回顾一下 需要找到一个对的供应商 那么放眼望去 领导全球的直销品牌安利 安利公司可以作为我们的供货商 那它的产品有机浓缩环保安全 真的可谓是让我们的生活提升了品质 更多的色彩 那么学到了如何挖掘家里的环境 把家里的这个固定开支变成收入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 就是我们这个生意自用呢 你就省钱分享就开始创业 那如何能够一边花钱一边赚钱呢 那我们今天来学习 第一点呢 首先我们自用省钱 上一节课我们有讲到 我们要跟安利公司合作 拿到这个代理权 花40欧元 在意大利申请安利直销商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40欧元的 需要一个推荐人 还有你要是年满18周税 有合法的证件 那么有了这个直销商卡之后呢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可以享受 20%的利润 现在呢是有一个活动 如果我们当天办卡 订购下订单100积分 也就是零售价大概300块左右 那么公司还会返还我们 40欧元的办卡费 也就是说可以免费办卡 那我们比如说这么好的产品 这么优质的产品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用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消费者 那么好产品自己用 一个家庭据统计 一个家庭基本的这个日用品的开支 大约在300块钱的零售价 300欧元 那么我们有了直销商卡之后呢 就可以享受直销商价格 有20%的利润 300乘以20% 那也就有60块钱的利润 我们如果要去外面的超市消费 你买了300块钱的东西 是不是要付300块钱 少一块钱 他都要拿一样东西出去 那么我们有了这张卡之后 像安利公司网站下订单 订的产品零售价300 那我们只需要付2004 这个60块钱就自己赚了 就是自用省钱 那么我们一个月60块钱 省60块钱 那么一年12个月就是720块钱 那么我们一辈子啊 下日用品就是一辈子都要用的 我们假设算50年 那就是三万六千欧元 哇不算不知道 一算真的是吓一跳 一辈子可以省钱三万多欧元 现在其实在意大利买房子 基本的不要太大 一个三房一厅都可以付一个首付了 这个三万多欧元 那也可以买一辆不错的车子 那我们仅仅是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有了安利这张卡 原本聚餐 我把它整合了 向安利网站订购 也就是我自己的行动商店购买 一辈子就可以赚回三万多块钱 好 那我们自用省钱 我们如何增加收入呢 如何连锁消费开采日用品的一个金矿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假设我们一个家庭三百欧元 这么好的产品 我比如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分享的能力 今天我去 我觉得味道很不错 我肯定会晒个朋友圈 跟别人分享 有好多人就会问我要餐厅的名字 或者是要定位 那我肯定会分享给他 那如果我今天去一家理发店 做了一个发型不错 秀一下朋友圈 别人就会问 你在哪家理发店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会分享 那么安利这么好的产品 这么浓缩天然的产品 我自己非常喜欢用 那我也愿意发朋友圈 比如说 今天新到的这个 Artistic Studio 就是新款的彩妆 我今天早上在擦口红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不错 我就晒个朋友圈 就有人跟我订口红了 就问我这个口红哪里买的 对 分享就是人的本能 那如果你分享了20个家庭 一户家庭 假设平均300块 那么你就产生了6000欧元的 零售价的这个营业额 那有些一个家庭说 有些人说 那有些人 可能100欧元 那其实有些家庭可能会消费500欧元 我们这个300欧元呢 就是取一个平均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产生6000欧元的零售价 那么您就拿到了20%的利润 利润6000乘以20% 那我们就有这个利润 有1200块钱 好 那第一种收入呢 就是利润 那么安利公司的奖金支付 第二种收入呢 是什么呢 月季奖金收入 每个月都拿到 那我们去 Google或者Bama 办一张卡 买东西 就会有这个Bondi 就是积分 那么安利公司的每一款产品 它都有积分 在网站上显示一个VP 一个V一个P 这一个呢就是积分 那达到一定的积分呢 我们来看 它有个积分奖金表 看这张图片最上面 这个VP 最上面一行是VP 200VP 奖金级别3% VV400 以此类推 600的积分 6% 129% 244% 4000 15% 7000 18% 1万 21%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 这是Bonus 就是奖金 我们去超市里面 如果积分多了 它会给你换个礼品 你加点钱 换个礼物 那么安利公司 它会直接换成现金给你 根据你的积分 根据这个表格 你的积分有多少 它就每个月计算你的奖金 哇 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们看 这个表格里面呢 是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不管你是这个 在上班还是在做老板 它都不管你 它只是根据这个积分表格发奖金 所以是非常非常公平的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 6000的这个营业额 那有多少的积分呢 我们一起来看 最下面有个备注 零售价减掉你的利润 利润20% 再减掉 因为安利是一家合法的公司 它要交税的 交税交掉之后 就等于是净营业额 一个积分呢 就等于两个净营业额 相当于3块钱零售价 也就是3块钱零售价 就是一个积分 大约一个积分 一个积分大约3欧元 那么就是2块钱的净营业额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而上面的表格呢 VP就是这个积分 VV呢就是净营业额 我们来算奖金的时候呢 可以就是按照VV的方式去算 就是净营业额 那么一个积分等于3欧元 那么1000个积分呢就是 1000个积分就是3000营业额 那么2000积分就是6000营业额 2000积分 2000积分对照一下 因为积分跟进营业额是1比2 所以乘一个2 那就是4000的进营业额 也就是说零售价6000 零售价6000 安利公司给我们20%的利润 那我们减掉了只有4800 还在交税交给公司交掉之后 剩下来4000 OK 这就是净营业额VV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4000的VV 根据上面的表格 应该是达到了 这个9% 因为什么呢 因为 超过了2400 还没有到达4800 所以奖金比例是9% 那么4000乘以9% 也就是360块钱的业绩奖金 好 总共加在一起的话 我们的利润1200 加上这个360的月季奖金 就是每个月计算的奖金 就是1500 1560 后面这个有个6跟0没写出来 1560 利用业余时间额外增加1560 好还是不好 非常的好 那么 这个呢 是根据我们自己啊 就是多劳多得 非常的公平公正 每个人都是这么计算的 所以不管你长得帅不帅 个子高不高 做什么都不重要 都是根据这个业绩发奖金 真的 利用业余时间 一个月增加1000多 很多人去酒吧上班 去餐馆上班 一个月30天 天天上班 那一个月可能也就差不多1500左右吧 对吗 不输给一个上班族 好 这里1560 我刚没按出来 那1560额外增加 一个月增加的话 是不是不输给上班族 那1560肯定还是不输 那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收入 如何能够变大 如何能够把它 把事业扩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您 我们每一个人跟安理公司合作 那么这里有个您讲 是 我上一节课举例子是婷婷 我这一节课还是举婷的例子 您跟安理公司合作 您的推荐人 每个人加入都需要个推荐人 那您的推荐人也是跟安理公司合作 所以是非常公平的合作 那么你看婷婷 如果你利用月余时间 一个月 一个月 自用加分享 一个月增加了1500欧元收入 你身边的朋友 肯定会问 婷婷你是怎么赚到的 你身边肯定也有人 想要增加收入的人吗 这个时候假设 假设有ABCD 四个朋友 他也想要一个月增加 1560的收入 那怎么办呢 他就会问婷婷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婷婷 你就告诉他 你把家里所有的 这个日用品 可以换的 安理公司有的 你自己家需要的 换成安理公司的 也就是跟自己的行动商店购买 那么一个月产生了 300欧元的这个营业额 你在自己用的同时 边用边分享 影响20户家庭一起用 那么就产生了6000欧元的 这个营业额 对 你利润加奖金就拿到了1560 你就这么跟他讲 有些人可能信 也有些人不信 那么这个ABCD呢 他说 那我试试看 于是呢 A也是跟你做同样的动作 ABCD跟你做同样的动作 把家里的东西换个品牌用 首先要有安理卡 然后呢 换个品牌用 然后呢 自用加分下 所以他们也产生了这个 4000的竞营业额 这个4000就不是零售价 是竞营业VV 那我们一起看 这四个人 每个人4000 每个人4000 是不是16000 加上你自己 原本也是自用 不断的自用加分下 也可以做4000 那么就达到了 2万的竞营业额 2万的竞营业额 我们看最上面的表格 应该拿多少的奖金比例呢 就达到了最高奖金比例 21% 所以2万乘以21%呢 就等于4200块欧元的总奖金 诶 4200块钱该给谁呢 这个非常的重要 诶 婷婷都给你吗 这个时候如果都给你的话 诶 其他人不乐意了 ABCD说怪不得这么好 约我来谈生意 说就是对我这么好 那如果都平均分吗 那也不对 因为你看您付出的 是不是更多 OK 那案例公司呢 还是按照上面的奖金比例 发奖金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合理公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A朋友 他做了4000的营业额 超过了9% 还没有到达 12% 因为超过了2400 没有到达4800 所以是9%的奖金 4000乘以9% 360 公平 因为你之前你做4000的时候 也是9% 360 那就非常公平 那么这四个人 ABCD 每个人都做到了4000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360的奖金 总共加在一起 案例公司发放给他们奖金 每个人360 一共发了1440块 这个2万 这个2万营业额是你整组你跟你四个朋友合作一起得到的结果 所以呢 这个钱也需要去分 那由案例公司来帮你分 最迟加入的人先拿奖金 所以你的ABCD朋友 每个人360 直接 案例公司直接汇到他的银行账户上了 那么总共4200的奖金 减掉了1440 还剩下多少呢 婷婷 你的奖金是2760欧元 2760欧元 那么你自己自用加分享 这个20%的利润 做这个6000的话 是不是20%利润 还可以拿到1200 那么案例公司 现在意大利有一个成长激励计划 叫LD奖金 可以拿到21%的话 一次性奖金给你500欧元 也就是说 这一个月 婷婷你的收入是 这个奖金2760 加上你的1200利润 再加上500 就是4460欧元的月收入 哇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这个时候A朋友B朋友说 为什么你赚这么多 我会比较少呢 为什么呢 因为A朋友 他自己做了4000 按照表格就应该是9% 那么您呢 婷婷呢 是不只是自己做4000 我还帮助4个人 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花更多的成本 花时间成本 比如说 可能还会 约他们来体验啊 等等 可能有一些这个 简单的花费 那么案例公司 没办法给你报销 那这个时候呢 是因为ABCD是你推荐的 跟你是一个网络 一个团队 所以一起来计算这个奖金 那么 安利公司算给你的2万呢 2万的经营业额都是算21%的 ABCD朋友呢 他们是算4000的 所以中间就有个奖金差 这是安利公司额外给你的 那你有没有赚朋友的钱呢 你看我们来看ABCD朋友 他360是不是放自己口袋了 利润1200是不是放自己口袋了 你有没有赚他钱 没有 所以其实是 您和您的朋友 ABCD一起合作 赚安利公司的钱 对 那这个时候 A朋友说 我明白了 安利这个生意是 帮助别人赚钱 那你有更多的营业额 那你就会有更多的收入 那他会想 我也去可以去分享这个生意呀 我也去可以去扩大我的组织网络 那有一天 这个ABCD朋友是不是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 做到21%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整组 不管你一个团队有多少人 整组 做达到2万的经营业VV 那就是21%的奖金 安利公司会给你一个名称 叫做银章 那么一年当中有12个月 那有三个月做到达标21 那就是金章 那么一年当中12个月当中 有6个月做21%呢 叫做DD 也叫做白金 好 DD领导人 那么一年当中12个月 每个月都做到了21%呢 叫做Q12DD 也叫做 可以一次性奖金 拿1000 拿3000欧元 好 这个时候ABCD朋友 肯定是也很希望自己 早点能够做到这个银章 我们一起来看 第四项奖金 叫做领导奖金 那么 很多企业家 很多老板 来做安利的理由 就是为这一项领导奖金而来 那我们来看 婷婷 你看 你做到了21% 有一天 你的A朋友 你的A朋友 透过努力 扩大组织网 找到合作伙伴 有一天 那你看 你也做2万 他也做2万 是不是 没有奖金差额了 减去就等于0了嘛 那 A朋友达到了2万 跟你一样 也达标了银章 那这个时候呢 安利公司 他会 他说 你看 这个A朋友呢 是你推荐的 是你帮助他的 那么刚开始 他什么都不懂 你需要帮助他 那么他 自己有能力 做大组织网 可以有2万的营业 做出来的时候 那么他其实呢 自己会 假生意 自己会 订货 自己会管理 这些组织网 那他就是一个人才 是一个领导人 那么他能 他产生 整组里面 产生2万营业额的话 安利公司他说 这个人 是你一起帮忙 培养出来的 所以呢 当他做到2万的时候呢 安利公司 愿意根据 你A朋友的营业额 安利公司 额外给你一个奖金 叫做领导奖金 只要你的这个A朋友 达到2万 那么安利公司就会给你 6%的奖金 也就是1200块钱 欧元 奖利给你 这个1200块钱呢 不是从A朋友那里拿的 A朋友 3000多 4000多欧元 放银行账户里面 他自己的银行账户了 没有给你 是安利公司 额外给你的 那你看 那你看 假设 婷婷 你今年 假设 我们就取一个平均值 有些人 18岁就做安利 也有些人 现在40多岁 50岁做安利 都没关系 那我们假设 30岁的话 那我们一起来看 假设 一个月 我们可以拿1200 那这个A朋友 有能力做到2万 一个组织网做出来 一个团队产生2万 那下一个月 他没有了吗 不可能 这个A朋友 有能力 一个月可以赚 30004000多欧元 下个月不做了吗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 如果他 12个月 都有能力做2万的 那么 也就是说 你的领导奖金 不只是哪一个月 也就是一年12个月 每个月1200 你都可以有这个收入 也就是 14400欧元的 这个领导奖金 相当于 你买了一栋房子 哪房租啊 这个房子 有可能 它还会变大 三房一厅 变成四房一厅的 那你看 一年你可以拿 14400 我们假设 现在假设30岁 我们拿50年好了 那是不是有74万 74万欧元 也就是 你找到一个 想要创业的人 想要发展的人 看懂安利的人 他自己 透过你的协助 和团队的协助 那他 做到了银张 做到了Q12 那么 你的这 后半辈子 每一年 有一万多欧元 那么 一辈子可以拿 70多万欧元 哇 这个真的是比 养老保险还好 那这个奖金呢 叫做领导奖金 永久性的 那么而且呢 它是世袭的 什么是世袭 大家了解吗 也就是说 我们跟安利公司 合作的这一张卡 这个合同 大家一定要 每年记得续约 每年12月31号 一定要记得 12月31号之前 会到期 一定要记得续约 续合同 因为安利公司 不认你这个人 只认你这个 安利卡号 那有一天 我们都老了 我们可以把 安利的这个卡号 传承给你的 下一代 所以我们这个 事业可以继承的 那你可以一年 拿这么多钱 你的安利卡号 继承给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也就 可以拿这个收入 可以世袭 这个收入 那么这个领导奖金 就非常的有魅力 第一 他永久 第二呢 他还世袭 可以传承给下一代 那我们来看 你觉得一个够吗 你也可以跟第二个人 分享 培养第三个人 假设有三个人 有ABC 三个人 他都一个月 达标了银章 那我们如果一年当中 12个月 有6个月达标银章 就是DD 那ABC 第三个人 都达标了DD 你培养了三个DD 那您的名称 这个婷婷 您就是翡翠 翡翠呢 在中国也叫做经理 营销经理 那么在意大利的收入呢 在7万欧元左右 在7万欧元左右 也成为了安利意大利公司的一个股东 可以拿年终花红0.25% 现在就讲到了一个世席收入 可以传承下一代的世席收入 不再是收入 你这个A朋友 他自己能够做2万 B朋友自己能够发展市场了 您有一天去美国旅游了 比如说去非洲旅游了 那是不是 我们的组织网继续在发展 我举例子说 我们的老师 苏市长老师 小静老师现在在中国 那我们在这里 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意 我们就会继续努力去发展 我们的阿长老师 他们去迪拜旅游了 去美国旅游了 环球旅游了 那我们更要努力 因为他们能做到 那我透过努力 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生活 所以说呢 这个生意 你只要领导人 他自己会做了 那我们就可以 也叫被动收入 好 我们来看 你做到翡翠 你可以成为 安利公司的股东 可以来年终花红 就成为一个股东 那么我们来看 您帮助了三个人 那么这个C朋友 这个C朋友呢 他说 我有更大的梦想 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假设他帮助了六个人 做到了滴滴 那就叫做钻石 比如说这个六个人在哪里呢 我假设在意大利 有三 帮助了三个人做滴滴 法国帮助了一个 中国帮助了两个 我们因为是一个全球生意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算 如果在全球不同国家 帮助六个人做到滴滴 你像不像 你在这世界上 你可以找到六个人 跟你一样 想要就是换个品牌 用产品 自用省钱 分享就创业 还能够成为 安利公司的股东 能有机会 过上钻石帮人生的 这样的人呢 我相信一定有 这个世界上 找六个肯定有 那么你帮助六个人 做到滴滴呢 那您就是钻石 也叫高级经理 你的年收入在 15万欧元左右 那当然也是 安利公司的股东 你也可以拿 0.25%的年终花红 所以你既能拿 翡翠的这个 你是钻石 当然也是翡翠 所以你可以拿 翡翠的这个 0.25% 也可以拿 钻石的 0.25% 可以拿两份 一份大一点 一份小一点 而我们来看 这个C朋友 加入 其实比你更迟 那他做到钻石 你做到翡翠 是不是可以超越的 不是说先加入先赢 是多劳多得的 你有能力 你有更大梦想 那你就可以做得更成功 所以安利不是先做先赢 是多劳多得 可超越的 来 我们做到钻石的话 其实生活真的是不错 像我们的老师 一次性奖金拿过来 可以买一栋房子 真的是像买白菜一样 那是我们华人 在欧洲几乎所有人的梦想 好 那么我们做到这个钻石 当然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帮助9个人做到滴滴 叫做EDC 行政钻石 一年的收入在20万 25万左右 同样有0.25%的年增花红 那么帮助12个人做到滴滴 叫做双钻石 我们的幸福员的领导人 苏市长跟周小金老师 他今年也达标了双钻石 成为了意大利最高级别的领导人 好 那奖金也会跟这个行政钻石的基础上方备 那么帮助15个人做到滴滴 就是三钻石 帮助18个人呢 叫做皇冠 帮助20个人做到滴滴 叫做皇冠大使 一年的收入 年收入在百万欧元以上 对 我们的卓越系统的皇冠大使 我们的徐皇冠 他是在两个地区做的皇冠大使 叫做双皇冠大使 我们不只做一个 还可以做两个 那现在我们也是跟皇冠大使在学习 所以他们能做到 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 方法对了 我们也一定有机会可以达成 那我们的人生当中啊 除了赚钱以外 那我们钱是一定要赚的 但是我们除了赚钱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 想要追求的这个生活方式 比如说我们也想去 世界上这么美 我们也要出去看一看 那总是说 哎呀这个 有钱的时候没时间 这个 经常会这样子 那么安利公司呢 他会给我们额外的奖励 比如说 达标滴滴 白金滴滴 安利公司会每年啊 招待海外旅游两次 那每一年的安利公司 在意大利都会有一次成长的鼓励旅游 一次 那 做到这个 银张 去年我们做到银张 就有一次免费旅游 做到这个滴滴呢 我们今年啊 下一个月就去全球最豪华的邮轮 去庆祝安利公司60周年 海外旅游 两夫妻一起免费的 那么达标 赚实呢 每一年有三次以上的免费旅游 商务舱待遇 也可以自己降舱 像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去美国 安利公司给买的 给就是 待遇就是商务舱 那时候是两个人一万一的机票 后来他说 那我坐经济舱也可以去美国 结果机票变成了2200 去一趟旅游 从前舱挪到后舱的 这个挪一下屁股 撞了8800欧元 这是真的 是真实的故事 那么有一天 那么有一天 也会发生在您的身上 那安利公司 我们的高级别 就是FC 黄贯大使 黄贯大使 每一年有四次特别的旅游 什么叫特别的旅游呢 安利公司将装机接送 安利公司会派装机 到您住的地方 一架飞机 就为你一家人而飞 一架飞机 就你一家人坐 装机旅游 那再加上总统套房 不管去哪里旅游 这个特别的旅游 就是给你总统套房 据说这个许黄贯 大家都知道许黄贯吧 许黄贯那时候 这个装机旅游带上他的妈妈 他妈妈还说 这个安利公司 我看生意也不怎么样 一下飞机就我们一家人 都没有其他客人 这是真的是这样子 那么住进总统套房的时候 你会真的会 这个很豪华 而且很大 找不到这个厕所的门 真的 你如果自己去的话 就会有这种感受 而且最重要是有全家旅游 这个黄贯大使 可以邀请自己的长辈 还有自己的孩子 全家人 这个最高级别的一个旅游待遇 那这个是黄贯大使 那么10月份 我们的许黄贯 谢黄贯 也会来意大利 跟我们一起参加 这个全球最豪华的游轮旅游 庆祝安利公司60周年 那么赚到钱 我们有了这个旅游 每一年如果有两次有三次 哇 如果我们30多岁 到八九十岁的话 一年五六十次旅游 是不是可以环球旅游了 免费环球旅游 那今天我们就可以梦想一下 今天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为了将来 你可以不久的将来 你可以环球旅游 免费的 那第六大价值呢 就是 当你做成功之后呢 我们将会有这个表扬 安利公司会举办 大型的这个会议 为我们做表扬 那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 就在前几天 我们的领导人去参加 黎明尼大会 意大利人举办的 三千人大会 那只要达到 百分之三 百分之六 百分之九 甚至达到银章 达到钻石 都可以被请上台 三千人的舞台 三千人的舞台 来为你庆祝 来分享你的成功 来为你祝贺 那么 这个真的是一个 肯定自己 肯定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有机会 走上三千人的舞台 接受表扬 那我们的老师呢 也可以分享 我们每个人都是 从不懂到懂 从普通做到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 然后去分享你成功的经验 去帮助更多 想要改变的人 另外呢 在欧洲 我们的杂标 钻石以上啊 就可以享受 欧洲版的杂志封面 欧洲版的杂志封面 欧洲都看得到的 真的是明星的感觉 这也是额外的价值 那我们第七大价值呢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啊 人生 我们都希望自己 能够健康一点 全家人都健康 希望自己能够 留住青春 能够年轻一点 那我们也希望 做一个能够 帮助别人的人 对别人有价值的人 更加希望自己的人生 是由自己来做主的 我的人生 由我来设计的 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 那你看 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有纽翠萝 纽翠萝营养素 为我们的健康护航 还有营养石 我们的亚兹 可以让我们荣光焕发 我们的安利的奖金制度 这个制度 注定了帮助别人成功 你才能成功 所以我们可以立人立即 那么 安利这个生意呢 你这个市场 组织完发展出来 建立一个消费网络之后 你是可以被动收入的 而且一部手机 一个兴趣爱好 我们的生意 可以做到全世界 你人在哪里 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可以真正享受 非凡的自由 我们了解了 安利如何 安利成为我们的供货商 让我们可以挖掘 我们家里日用品的 这个环境 那我们也可以 自用省钱 分享就可以创业 建立一个消费网络 找到合作人 透过一个团 建立一个团队 那么我们也可以什么 修建我们的财富管道 费动收入 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那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不是要试试看 当我们 当你在 讲完奖金制度之后 最后我们可以做一个 促成的一个动作 因为听完了之后 他觉得很好 但是他也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试试看的促成 怎么促成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 打开手机 或者iPad 你可以跟他讲 现在听了这个奖金制度 了解了这个产品 非常的棒 那么打开这个手机 或者iPad 进这个阿姆威意大利 网站 我们就可以注册卡 就可以办卡了 是吗 那办卡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他 如果假设他已经结婚了 你就可以问他 是登记你的名字 还是你老公的名字 登记你的名字 还是你太太的名字 而这个时候呢 他如果说没有反对意见 他就会成功注册 卡就会办起来 对吗 如果他有拒绝 比如说 哎呦先不要啊 或者是我先 感情再办啊 或者我还不想办啊 也都有了 那我们就试探新的促成 建议他办卡 这个时候他如果拒绝呢 那你可以问他 嗯 刚刚了解了我们的产品 释放 了解我们的制度 哎 你更喜欢 你对哪个更感兴趣 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 对产品感兴趣 太好了 他对产品感兴趣 是不是太好了 我们可以办张卡 就是可以什么呢 聪明消费 那如果他说 对赚钱感兴趣 那我们是不是太好了 我们首先要拥有这张卡 拥有这个 这个直销商的资格 开启我们这个生意 那么他说 对产品跟制度 都感兴趣 那就是真的太好了 我们可以办一张卡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如何开启这个生意 那如果他说 都不感兴趣 如果都不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可以问他 哎 产品释放看得这么好 奖金制度 你听了也是挺不错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 有什么问题吗 他会把你的问题 他会把自己的问题 讲出来 那或者是他会说 我都感兴趣 但是我现在不想放看 那你就可以笑着问他 哎 婷婷 比如说我婷婷已经放看了 假如婷婷 婷婷 你觉得产品也不错 生意你也感兴趣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哎 为什么你不办一张卡 试试看 了解看看呢 给这一个了解机会 办卡不代表 开始做 办卡只是代表 你开始深入了解这个生意 了解这个产品 了解这个生意 好 那这个是我们做一个促成的动作 好 那我们关于这个奖金制度呢 呃 我们就是从这个第一项 利润到第二项 3%到21%的 这个月季奖金 再到下面的这个 我们的市场 推广 扩大市场 啊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做到这个 领导奖金 次期的 哎 最后我们成为这个股东 那我们回想一下 你 做了什么动作 第一 你是不是办了一张 安利直销商卡 然后你开始呢 从把超市里面购买的 去化妆品店购买的东西 换成 在自己的行动商店购买 享受 送货上门 享受 100%的90天 满意保证 啊 一辈子不会买错东西 那么享受 自用 省钱 啊 那分享 还会有这个积分 分享 还可以创业 是还是不是 那你 那你结果是什么呢 你如果 哎 我只是 自己用 那你就 也是自己 有好处 对不对 享受收获上门 享受待遇 享受这个 自用 省钱 那么你 如果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在意大利 五年十年很快过去 我愿意试试看 一边做自己的工作 一边兼职 多一个生意 那么未来 可能三年 五年以后 你的 生活 将会有另外一个选择 因为你多了一个选择 不会再这么被动 好 那所以 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是 你如果现在 比如说 你的工作 你的生意很顺利 那就把安利 当成一个 备胎 就像汽车 我们汽车 四个轮子在开 那 车上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 备用轮胎 那个叫做备胎 万一 在用的轮胎 有一个坏了 我们可以把备用轮胎 放上去 那如果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 也需要 是不是也需要 一个备胎 你现在很顺境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备胎 当你有一天 有可能逆境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出路 好 那这是一个 真的是 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机会 那我跟你分享 希望我们能够 一起合作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